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决定性影响是在意大利 在罗马他发现了古典的思想感情 在佛罗伦萨他最心于素描的简念 这幅画创作于1910年 应该是他在意大利游历期间创作的 现在保存在巴黎小皇宫 在丹尼斯看来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把自然综合为个人的美学隐喻和符号 从而获得的最终场物是视觉表达 下一集我们会去参观一下巴黎菊月美书馆 欢迎时间 法国巴黎